喂 齐大哥 丽先生受伤了 什么 泽良受伤了 阿燕呢 他怎么样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阿燕遇到地痞 被人打了 现在在房间里躺着呢 我去看看他 苏小姐 我知道你着急 医生现在在里面呢 咱们先别进去了 施总 阿燕昨天不是跟你出去吃饭了吗 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 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霍董 我来看看佐良 你们都在啊 我接到消息 我马上就赶过来了 季阴松 泽良受伤了 为什么不去住医院 霍董 昨天晚上 丽先生遇到了恶意袭击 很明显对方是直接 奔着丽先生来的 凶手现在还没抓到 不知道会不会再次恶意报复 医院里人多眼砸的 在家里找个熟实的私人医生 更加安全 凶手是谁 查到了吗 没有监控 丽先生一直在昏迷 暂时没有 简直是疏忽大意啊 你们怎么能让泽良那么晚了 还一个人在街上到处乱转呢 碰上那些地痞无赖 可不就会有危险吗 他现在人呢 在房间呢 霍董 霍董 你们怎么都来了 阿姨 是吴医生啊 你在这里 他 现在照顾怎么样 伤势呢 算是控制住了 但人还在婚女中 需要等到苏醒了以后 再进一步的观察 那我就先回去了 明天再来 好的 还有记住 如果他醒了 你们也要随时联系我 吴医生 我送你 潘衍 你一定会没事的 你一定会醒过来的 泽良的脸怎么也受伤了 摔倒是擦上了 是吗 那这脸要是毁了戎 可就麻烦了 我看看 霍董 好 苏小姐 我万丈的脸 如果真的毁了我 你会怎么样 不管阿爷变成什么样 我都不会离开她的 我都不会离开她的 有你们在这里照顾泽良 我很放心 相信她会很快康复的 公司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我就先走了 我说了 无论这里有什么事情 你们都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记得没有 我都不会在这里 我记得了没有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我现在就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我没回事啊 我都没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这事跟您有关系吗 上次在大会上 您突然提出卸任 紧接着泽良就被人打了 虽然我不知道 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我的确有些怀疑您 不怪你 以前以后发生的事情 确实有一些巧合 但是楚楚 你真的误会了 泽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也是我现在 唯一的亲人 我疼他还来不及呢 那您觉得 是谁会对他下这样的狠手 我们在商场打拼难免会树敌的 这次泽良又抢了 郑德集团拍卖会的标 说不定对方 就怀恨在心了 是我冒昧了 还请您尽量 楚楚啊 我知道你很在乎泽良 我向你保证 只要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是谁干的 我一定饶不了他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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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你们是 有没有 我们的事 要是 快 走 我 你看 那边 我 你帮你去找我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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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 我帮你帮我 我帮我 阿姨 阿姨 我们还有很多事 没有一起做过 还有一起对付霍金 你说你会好好保护我的 我不能说话不算话 苏小姐 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子亮现在还在昏迷中 肯定不能一直在家里 还是应该尽快送医院去 你说得对 我现在就却联系吴医生了 立正 霍言已经确认医生了 但是易飞还守在外边 你说什么 快来帮我把纱布扎开 闷死我了 阿姨 你好 这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要现金 当面给我 可以 对了 我正好在商店 我正好在商店 要不顺便给你儿子 带点学习用品过去 那红小子不争气 不用了 是吗 行了 别废话了 我一会儿给你发个订问 一小时之内带着钱来 林总 我刚刚和一个自称是刘阿伟的人联系过了 他说他在上海 不可能 我正好去找您 想向您汇报刘阿伟的新线索呢 你说 云安当地有个小商贩认识刘阿伟 他经常去刘阿伟那儿买酒服 据他所说 刘阿伟半年前身体就已经很虚弱了 怎么可能生龙活苦地跑到上海来呢 我就知道 这家伙 连刘阿伟根本就没有儿子的事都不知道 肯定有问题 您打算怎么办 他主动联系上我 我很好奇 他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 不如会会的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 你现在过来 咱们给他来一个 螳螂捕蝉 黄雀彩虹 好 阿伦小心 阿伦 看来你和鸡大哥早就合计好了呀 吓着你了 阿伦 你 你 咱们 啊 我 你 我也 你 你 那 你 那要怎么办 将计就计 给他回条信息 好 兄弟 密码 密码 谢了 所以你没受伤 是啊 这次还要多亏了吴医生 可惜昨天让那小子给跑了 我仔细翻看了一下 偷袭您那小子的手机 发现他跟霍坚联系的其他证据 看来昨天晚上 咱们的猜测是没有错的 很好 我们还是按原计划进行 奥斯卡 看你的了 好 你不帮我拆伤户啊 这不是有季大哥的吗 季大哥他手笨 你手巧 况且 我现在可是阿良 我现在换衣服 阿良 妈 还生气呢 你这个骗子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害我为你那么担心 没办法呀 只有这样 才能完全骗骨活结 你看我现在不是 好好的吗 你刚刚躺在那里 一瞬不坑 是不是诚心看我笑话呢 亲爱的写一 你说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我都听到心里去了 我感动还来不及 怎么会看你笑话呢 你这一句话 谢了啊 接下来就要把我帅气英俊的脸庞包住了 别废话 坐好 对了 对了 季大哥 泽良这么做 是要暗中做别的事情吗 厉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办 所以让奥斯卡假扮他 来迷惑霍剑 李先生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时间 所以说霍剑越晚知道 就越好 而且霍剑要是知道 李先生没事的话 谁知道他会不会 继续下黑手啊 那你会去吗 霍剑对我的行踪很警惕 我只有留在这儿 才能让这个局更加可信 还有施总 您也要经常来看他 霍剑知道 您非常关心李先生 您要是不来的话 也很可疑 好 我知道了 照这么说 这个柴火还真是霍剑派来的 施总 别再馋了 奥斯卡已经变成个蛋了 主主 你一定要经常来看我 你们找到 这出人的下落了 不错 所以在霍剑反应过来之前 我要赶紧出发 阿姨 我跟你一起去 谢姨 这次别再想找借口 把我丢下了 你忘了 我们说好的 无论是什么事情 都要一起面对 你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 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好 我答应你 对了 那我们怎么脱身 我听季大哥说 一飞就一直守在门口 我问你 奥斯卡和楚楚过来看过我之后 是不是会离开 你是说 我们扮成奥斯卡和楚楚的样子 光明正大的离开 既然奥斯卡都可以扮成我 那我 为什么不能扮成奥斯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